大家好,英国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中东普京于周三、六号前往沙特阿拉伯会见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并讨论石油生产、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英国媒体透露,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领导的盟友组成的欧佩克加承诺进一步减产 但油价仍是下跌,促使普京与这位成为本萨勒曼的王子会面 那将于美国大量出口以及对欧佩克加承诺能否实现减产计划的质疑,引发了对供应过剩的担忧 那么油价连续五个交日下跌,并触及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普京将与阿布扎比与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亚举行会谈 然后将前往沙特阿拉伯与本·萨勒曼自2019年10月以来首次进行面对面的会晤 克里姆林工表示,他们将讨论能源合作 包括作为欧佩克加的一部分,该组织成员国生产的石油占全球石油产量的40%以上 那么克里姆林工表示,俄罗斯和沙特以这种形式进行密切协调 是维持全球石油市场稳定和可预测局势的可靠保证 克里姆林工领导人的最后一次访问该地区是在2022年期 当时他在伊朗会见了最高领袖哈曼内伊 那么克里姆林工表示,他们还将讨论以色列、哈马斯分子之间的战争 叙利亚和野门局势,以及确保海湾稳定更广泛问题 那么克里姆林工的一名助手表示,乌克兰问题也将纳入讨论 贝斯科夫表示,普京将于周四7号在莫斯科接待伊朗总统莱希 普京和本萨勒曼共同控制着每天开采的五分之一的石油 尽管两人时常遭到西方的排斥 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2018年G20峰会上,就在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被谋杀两个月后 普京和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机长微笑握手 38岁的本萨勒曼试图重新确立沙特阿拉伯作为地区大国的地位 减少对美国的顺从 普京于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 他表示,俄罗斯正在与西方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并在西方试图孤立莫斯科的同时 向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盟友示好 由一些成员国对产量水平存在分歧 欧佩克加上个月会推迟几天 沙特能源部表示 欧佩克加还希望莫斯科方面做出更多保证 将履行减少燃料出口的承诺 欧佩克加中的沙特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时常不稳定 2020年的3月 减产息几乎破裂 当时市场已经因新冠疫情爆发而震动 但两国在几周内设法修复的关系 欧佩克加已经同意创纪录的削减全球石油需求近10% 以支撑石油市场 那么自10月7号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爆发战争以来 普京将这场冲突视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 并加强了与阿拉伯盟友伊朗以及哈马斯的关系 2015年俄罗斯曾介入叙利亚内战 使局势向有离巴萨尔阿萨德方向倾斜 确保了叙利亚领导人的生存 那全球基准 布伦特原油价格在前四个节日下跌了百分之七 已经跌至每桶77美元以下 那根据传播公司估计呢 美国的原油发货量已接近创纪录的每天600万桶 那这是美国原油供应充足对全球市场造成压力的最新迹象 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媒体呢 也证实啊 俄罗斯开始旅行在北京的一带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签署的为期12年的7000万吨粮食供应合同 那这些粮食呢 将通过俄罗斯中国新欧陆粮食走廊 进行定期运输 运输呢 由俄罗斯新陆上粮食走廊集团公司 陆路粮食车队专用集装箱 谷物啊 运输车完成 那么按照新陆上粮食走廊集团 公司规定制造和认证的专用集装箱 装载入列 从后备加尔斯克啊 粮食终端将大豆大麦欲望中国 新陆上粮食走廊集团公司打造的俄罗斯最大的 陆路粮食车队项目最终确保 同时运输达60万吨的粮食 每年呢 运转量达到800万吨 那得益于设计方案 这一通用运输系统可实现百分之百双向装载 在向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运送粮食产品的同时 返程时 用集装箱可以运送各种允许运输的货物 陆路粮食车队呢 是在新陆上粮食走廊集团公司开发的谷物加物流概念 框架内组建 目的之一呢 是通过将散装谷运输集装箱化 来创造高效的物流 并确保百分之百的往返装载 从而将铁路车辆空载行驶降至 那么现在美国呢 打压国际油价的原因啊 实际上呢 是一方面呢 限制俄罗斯的这个能源 能源价格 另一方面呢 是在美国国内啊 它的通货膨胀 不希望通胀起来 就要限制国内这个石油价格 所以在国际上呢 抛售这个石油 但是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实际上呢 现在看普京并不满意 现在这个油价 那么你可以看到 除了俄罗斯以外 委内瑞拉现在实际上 也已经宣布要吞并顾亚纳 那顾亚纳也发现石油 而且委内瑞拉 它也是全世界重要的一个石油的产地 加勒比地区 那如果委内瑞拉 再加上现在伊朗 中东地区在发生 现在看美国最担心的 就是俄罗斯和伊朗的联合起来 在中东地区 那么制造更多动荡 那这样的话 整个中东地区的石油的出口 特别是这个重要的 石油这个出口通道 包括霍尔木兹海峡 以及在红海 在野门附近 那这些商船 特别是邮轮 遭到野门湖赛武装的攻击 那会导致实际上的国际油价飙升 中东地区如果战火点燃 再加上加勒比地区 委内瑞拉如果开战的话 那么国际油价一定会涨破100美元 那么俄罗斯的粮食 现在通过中国出口 因为黑海方向 向土耳其 乌克兰已经封锁了 俄罗斯从黑海方向 向非洲 包括向中东国家 向世界其他国家 出口粮食这个通道 那么俄罗斯只能通过中国 俄罗斯过去把黑海方向 出口的粮食 这个通道转移至中国 由中国的港口出口 那你可以看 现在俄罗斯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是用自己手里边的一些矿产资源 能源 包括粮食来换更多的外汇 要支撑自己的俄乌战争 这是现在普京最重要的 那大家知道 现在乌克兰呢 从美国获得的资金啊 越来越有限 而且美国呢 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方面啊 越来越谨慎 那很有可能的美国会在国际油价方面啊 限制国际油价来削弱俄罗斯 那这样的话 乌克兰很难获得资金 同样俄罗斯也很难获得更多的资金 这样就保证了在欧洲方向啊 形成一种均衡的态势 俄罗斯啊 普京也很难对乌克兰再次发动大国目的突袭 今天呢 中国外长王毅呢 与美国的国卿啊 布林肯举行了通话 美国方面的希望中国呢 能够在中东问题上啊 和美国配合 特别是稳定伊朗 而俄罗斯很快 普京也会会见伊朗的总统来袭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俄罗斯方面和伊朗 很有可能在中东方向对美国 对以色列 特别是巴勒斯坦啊 和以色列的战争 伊朗方面会更多的介入到巴以冲突 那这样的话 中东地区的动荡 对国际油价 也会产生影响 所以可以看未来呢 美国更多的需要中国的帮助 特别是啊 现在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里上 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 所以我一直在想 实际上现在来看呢 美国和俄罗斯 它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冲突 对中国来说是最有好处的 也就是实际上 美国更需要中国来帮助平衡俄罗斯 特别在伊朗问题上 但是实际上呢 美国和俄罗斯这种冲突啊 在我看来 美国想限制俄罗斯 限制国际油价也很难 因为首先呢 沙特阿博和美国 实际上呢根本力是冲突的 所以你看普京也访问沙特 寻求沙特的支持 沙特现在呢 对待伊朗的态度呢 是想联合以色列来 共同对抗伊朗的势力 那这也需要普京啊 他法会做的 所以普京下一步很有可能和沙特啊 要达成某种协议啊 来平衡伊朗在中东的力量 这样的话才能让沙特啊 和伊朗和俄罗斯达成一种 在国际油价问题上的一种共识 那这样国际油价才能向着 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向走 所以现在实际上看国际油价啊 还很难说 我个人判断国际油价是不会大幅下降的 大幅下降对俄罗斯来说 对沙特来说都不利 所以下一步减产啊 我觉得沙特也好 俄罗斯也好 啊 还会 还会提出 那现在美国呢 要和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呢 进行竞争的话 主要是依靠于国内的 化石产业 特别是 石油 美国国内的这个 一银油 石油 它这个大规模的向国际市场抛售 来影响国际油价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美国是不会放弃化石能源 未来美国呢 它的整个电动汽车 你可以看美国的很多补贴政策 包括美国电动汽车技术 也不可能超过中国 实际上你看美国 它国内的整个的能源结构 包括这些资本 还是倾向于化石能源 所以实际上 你说美国 它的这些电动汽车技术 电动汽车厂商 想跟中国竞争 包括欧盟 想跟中国竞争 基本上不可能 这些化石能源 这些 包括汽车厂商 是有强大的 在政治上 在资金上 有强大的 力量的 所以美国 包括欧洲 想在新能源 电动汽车上超越中国 现在来看很难 它必须大力扶持 它的化石能源行业 和俄罗斯来竞争 来影响国际油价 如果俄罗斯 这个时候能够利用 国际油价上涨 获得更多的资金的话 那么俄战争 俄罗斯一定会上 那西方是 美国未来 说要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 资金优势 取代中国的电动汽车 欧洲也是 要发展自己的电动汽车行业 你从这个逻辑上看 实际上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根本不可能取代中国 从长期来看 俄罗斯和西方 特别和美国 那么这种能源上的 这种地缘政治的博弈 对中国最有利 包括粮食 它的能源 粮食都需要向中国出口 俄罗斯的石油 实际上已经突破历史新高了 向中国出口 另外粮食 十二年 是向最大的粮食出口协议 就未来十几年 俄罗斯的能源 粮食 整个一个措施上 都要依靠于中国 那你说未来的十几年 实际上中国俄罗斯关系 会非常的密切 而且俄罗斯会更加依靠于中国 那这样实际上 对中国来说最有利 而且中国呢 实际上可以掌握粮食 还有能源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 中国实际上也有谈判的筹码 特别是和那些需要粮食 非洲一些国家 中东一些国家 中国就可以作为谈判筹码 因为俄罗斯的粮食 很难通过土耳其海峡 通过这个黑海方向 运送到中东一些国家 它只能通过中国 那这些国家呢 通过中国的运输 才能获得粮食 俄罗斯粮食实际上呢 一部分供应了中东 另一部分供应了非洲 所以中国在非洲 在中东 也有了话语权 这些国家呢 是依赖于中国的粮食 而中国的粮食 是通过黑龙江方向 远东的铁路 运输到中国境内 再通过中国的港口 出口到中东 包括非洲一些国家 所以我一直在讲 实际上俄乌战争 未来十几年 它会改变地缘政治 也会改变实际上 国际上很多的贸易走向 贸易通道 特别是 你可以看中国和俄罗斯 这条粮食通道 它可以运粮食 同样这条通道 未来也可以运送 运送大宗商品 那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签订长期的协议以后 中国的安全 就是俄罗斯的安全 因为中国是俄罗斯 最大买家 俄罗斯要保证 自己的能源的安全 那么首先要保证 中国的国家利益 就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 中国实际上 安全和俄罗斯方面 安全就形成了 一个同步 所以中国在整个 东北亚地区的安全 和俄罗斯 形成这种合作 更有利于中国 未来的崛起 俄罗斯可以给中国护航 这才对中国最恶 实际上俄罗斯 东东 普京这次访问中东 很有可能会 影响未来的国际油价 而且会影响未来 包括以色列 哈马斯这个战争 伊朗方面 下一步和俄罗斯谈判 最后拍板以后 可能会决定 整个中东方向的走向 特别是亲伊朗民兵 包括在黎巴内 以及以色列占领 加沙地带以后 伊朗方面的行为 如果伊朗真正要出兵的话 真正开战的话 那国际油价一定暴涨 我那也会关注 这次普京访问沙特 以及和伊朗的领导人 会谈的结果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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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irely